而古巴隊在昨天的比賽是以2比14不敵美國 結束了他們先從台灣再到日本 最後再到邁阿密的這個經典賽的賽程 可是呢昨天卻傳出這個古巴隊的牛棚捕手 普列托已經離開球隊了 而且目前是下落不明 成為了這一屆的經典賽首例叛逃的古巴球員 根據古巴資深記者羅梅洛報導 有消息人士透露說古巴的牛棚捕手 普列托在球隊犯過之前 就已經離開了古巴隊 普列托是第一位從世界棒球經典賽叛逃的古巴球員 而古巴隊這一次與美國政府協議 才得以徵召現役的大聯盟球員 加入國家隊一起出征經典賽 包含了白襪雙雄羅伯特跟內野手孟嘎達 以及老虎隊的伊巴內茲 以及去年效力水手隊的艾利亞斯 他們都是過去叛逃到美國之後加盟美職的球員 而古巴過去就經常發生叛逃事件 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1523世界盃 在墨西哥舉辦的時候 他們上演全員逃走 正中總共12名將近半數的球員 是陸續離開了球隊 轉換早點來看到 大家最近是不是對於她非常的有話題的眼熟呢 是韓國的啦啦隊女神嘛 沒錯 那備戰2023年中華職棒賽季 那樂天女孩昨天就舉行了開訓的記者會啊 那我們也知道李多惠加入這個團隊之後 引發了話題 那史上最多的32位樂天女孩也將帶來 新球季的誠心表演 大家好 我是李多惠 嗨 我今年23歲 我現在在韓國當了5年的Chirida 哈哈 我的愛好是跳舞 來自韓國的李多惠則是對於樂天首創台灣啦啦隊 因為有自己的背號感到很驚喜 他選擇82作為背號 因為那是韓國的國際馬 希望自己可以為台韓醜迷帶來快樂 希望大家都會記住 李多惠重磅加盟之後 預料 樂天女孩在亞洲的知名度大增 李多惠還在韓直單了啦啦隊時 就已在台灣刮起人氣順風 而對於今年能夠加入 李多惠透過視訊銷售中文表示 在韓國就已經聽說樂天女孩是台灣最強的女團 很榮幸可以加入這個團隊 期待到球場能夠和各位10號隊友一起應援 大家球場見 李多惠還沒有來到台灣 就已經先造成了轟動 也有不少人把他跟林襄來拿出來做比較 那林襄他就被問到說 你會不會覺得背感威脅呢 對此林襄則是回應說 我覺得不會啦 因為剛加入啦啦隊的時候 我就有追蹤他了 我也知道他是天花板 很榮幸可以跟他一起成為同事 媒體接著就問林襄說 那你自認你有哪一點是贏過李多惠的嗎 林襄則是回答說 可能我的中文比他好 還有我的正能量 我覺得不會有壓力 跟自己比就好了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的跳舞非常有力道 然後加上我們有去韓國交流過 他們的韓指跟台灣的性質不太一樣 他們跳得屬於表演舞 但我們是屬於帶動大家的一員 但是他加入我覺得 相信可以把整理給各位女孩的跳舞的力道 整個往上再提升一個層次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他到來 我看努力好好向他選擇 因為他跳舞真的太好看 真的要好好的讓他選擇 真的太好看了 他到底是用什麼哪裡這樣子 實力才可以這麼好看 對 李多惠擁有超高的人氣 他加入樂天女孩之後 也讓台灣的粉絲是興奮不已 那也讓外界就擔憂啊 林襄的女王地位會不會不保呢 就有網友對比兩人的啦啦隊應援影片 紛紛提出雙方不同的優勢意外引發討論 南韓啦啦隊女神李多惠擁有超高人氣 17日宣布加入終職樂天桃園旗下 啦啦隊樂天女孩 讓台灣粉絲興奮不已 也讓外界擔憂林襄的女王地位是否不保 有網友在低卡發文討論 對比兩人的啦啦隊影片 直言感覺韓國的比較趕扭 台灣啦啦隊根本輕功點水 底下則出現兩種不同聲音 不少人稱讚李多惠說 多惠頂到爆我認為屌打了 一跳舞的律動跟表情當然是寒昧贏 訓練強度差太多 但也有人力挺林襄 單論顏值笑容還是比較喜歡林襄 他的笑容有感染力 他比較有記憶點 事實上李多惠2019年以奇雅虎啦啦隊隊員身分 首次現身與球場就獲得熱烈關注 直拍影片觀看次數最高突破1825萬次 之後更將事業拓展到接代言網送主持人 也在AfricaTV擔任直播主 但高人氣也引來不少是非 他曾被啦啦隊經紀人抨擊許多人為了拍他 影響到真心想為奇雅虎加油的仇迷 還一度被外界抨擊五步跳錯 動線不對 上傳頒表提供給粉絲方便追星 是為了小紅 最後李多惠在去年10月宣布退團 而李多惠也透露為何加入樂天女孩 原先考慮加入其他韓國球團 但在接洽的過程中 收到樂天桃園的邀約 他說 作為一個啦啦隊隊員 我認為這樣的機會不是誰都有 考慮過後決定移籍 許多人問他會不會因此 就定居在台灣 李多惠結識到因為也要參加韓國的活動 所以預計是來回兩地 在各式各樣的地方多多見面吧 其實李多惠先前就發文提到 今年接下了全北現代汽車足球俱樂部的工作 所以在賽季期間會在南韓泉州跟粉絲見面 李多惠宣布佳蒙樂天女孩 預計在這月14號就會正式登場 而且他還透露覺得團隊中有位女孩非常的美 而且還是韓國歐巴惠喜歡的類型 啦啦隊女孩是球場上的焦點之一 林香更是被不少人視為啦啦隊天花板 一言一行都被媒體關注 應援影片還紅到日本 本月更受邀到東京時裝週走秀 不過樂天女孩中最吸引李多惠的團員 則是Yuri 陳怡瑞 樂天女孩經紀人指出 李多惠對Yuri最有印象 覺得她的腿又長又美 是南韓歐巴惠喜歡的類型 Yuri得知後則開心表示 會準備好泡菜和海苔 在休息室招待李多惠 好我們剛剛在這個Youtuber聊天室裡面 我們有開了一個投票嘛 就問大家說這個美國跟日本 明天要挑戰經典賽的冠軍戰 你支持誰啊 那其實我們這個選項 有一點點小出錯啦 因為我們選項寫說 那個日本會衛冕成功 可是其實2017年 就是上一屆經典賽的冠軍是美國隊 不過呢我覺得大家通常選這個選項 大家還是會覺得說日本隊會勝出 你知道嗎我們居然網友 有百分之七十次的網友都支持說 日本隊會贏下這一次的經典賽冠軍耶 哇看得出來大家對於日本隊都非常看好 我個人呢也是非常看好日本隊的喔 大國小平加油 我真的很喜歡大國小平 就是他上壘的那個氣勢 我覺得很棒 那個氣勢就讓人家覺得 這才是棒球好看的地方 球技真的是一指耶 對因為球真的是圓了 有時候棒球比也不是那個球技 就是比那個氣勢 氣勢上來這個哇 比賽就瞬間逆轉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帶大家持續來看到的是棒球啦啦隊喔 怎麼說呢這個韓國女子天團Blackpink 他們上個週末不是在高雄舉辦演唱會嗎 那演唱會呢也是吸引了許多粉絲朝聖 可是還是有很多門沒有買到門票 甚至連還有人是遭到這個黃牛詐騙 那其中的啦啦隊女神Yuri 他也是受害者之一喔 他就在他的IG上面透露說 他到了這個演唱會現場之後 卻發現自己拿到的居然是假票 不得其門而入讓他只能呆站在場外半個小時 陳怡瑞 Yuri在19號的時候在IG的限時動態發文 透露他本來透過人帶買Blackpink的門票 沒有想到到場之後才發現票是假的 一群人因此沒有辦法入場觀看 而他在報警之後警方也將負責接洽的窗口帶回去做筆錄 窗口似乎也沒有料到此事著急不已 還有人氣到哭出來 而Yuri最後也只能坐在場外 聽著場內的尖叫聲整整半個小時才收拾心情離開 鬧出了這一個插曲之後 他的閨蜜胡牙也特地跳了一段Blackpink的舞蹈來安慰他 也讓Yuri終於抒發了心情 Yuri說人生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耗波折的一趟旅程 賣假票的真的不要這樣欺負大家幼小的心靈